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基金经理赢钱博弈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2年6月8日星期三 先说大线,今天这么开心就升到22000点 基本上跟我们的分析都差不多了 不过这里就要提提大家,我们星期六条片有教大家看 它这段时间是一个区间推升的形态 第一个星期你就会留意到它每一段的波幅都是收窄了 它的波幅在今个星期有214到217左右 然后今段突然突破了由218到22000的水平 相比之前起步那段有500至600点至1000点的波幅 它现在收窄到就剩下了大概2到300点 而且时间短了,之前一段区间起码一个星期 但现在的区间玩了2天就去下一段 意味着是什么呢? 鞭就爆了 即是差不多,就应该爆到差不多了 就应该会有一些回调的指导 但我不认为在今个星期就这么快回的 应该可能就去到下个星期左右 那未来星期四、星期五就有机会再乘机 撒淡友推高多一棍 那特别是星期五 它一来就有指数的成份股为换马 即是那些东方海外 或者是中星那些 981那些开始换马 那二来就应该周线 它就想收五连羊 那这一道呢 就有点心底话 就不要介意朱sir 就直接 中研一定逆矣的 那是不适合的 可能有机会 我就觉得 今个月如果只是指数的话 其实我们由上个月 期节就已经说过了 它是可以提高一线的 因为它上到去 这两万一千点结算 好仓走一走 都起码可以走一千点 但是我认为今个月 就算不用看周线 就应该是人人都很容易看到的 它明显地 就是每一段都给你位置上车 这个指数位置相当分明 所以如果今个月你是炒期指 你都赢不到钱 甚至是做淡输钱的朋友 真的不要听那句话 老实说 可能你真的不太适合炒指数 甚至可能过股都不太适合 这个 我们都可以很笼统地说 今个月如果你们要做淡输钱 那其实就是输两个字 就是输硬颈 而且就是说 其实之前有些人 譬如说做指数的 你说做Long的 输赢也有限 但是如果是鼓励或者提倡 是做Short Call 就是说我上方 博去上面不升穿的 赢有限 但又输无限的Short Call 而且就是说 可能有些基础的投资者 只会Short Call 就是你叫他做对冲 或者做所措 其实他真心来说 不是很懂的 做那个人就懂 但是学那个人 是未必懂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坦白说 这样是很危险的 OK 因为本身指数来说 忍生波幅不是特别高 只有28.9 对于恒生指数的角度来说 就是历代相对太平盛世之下 那么这个28.9的忍生波幅 当然是高 但是如果相对很多个股 动摘50-60%的忍生波幅 那么28 如果index的角度 就变得相对低了 如果28%的IV 那么如果你收这一个 敢有期权 根本来说 你收的钱也真心不是多 28.9IV的情况之下 如果一夹穿的仓 如果是对冲不及的 那其实来说 就会相对比较麻烦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做short call 或者short put指数去赢钱 即是适合一些 是真正的高手 不是自问是高手 是真正是高手的话 就真的做得好的 但是相反 如果很多投资者 就是说学了一半 又没有学到一半的话 那如果一夹又不懂得处理 那就只会担累了人 所以变了 在short side 我觉得就不是很鼓励 到完全真心意指数 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用long side 在正股的期权 或者是指数期权 做对决就好些了 那另外 我不是说笑 另外一方面 我出片就是叫人 在正股儲货 由4月尾到5月尾 贴使点的 我由5月的期权 已经说到 在看好6月 每条片都有叫人 如果下面是淡仓 基本上就要小心一点 其实有时看淡不要紧 还是要客观去看整体的情况 有时市场已经转了小 甚至是明显转了小 一个底有高的一个底 周线图都连续 几个星期都是阳足的 那这些人不是说 朱sir 这个水不水你入市 其实之前这张图已经告诉你 是这样的了 那你进来这个赌场玩的 其实大家都是想赢钱而已 你理得他真升还是假升 这个成交額是多少 而且在成交額那里 也不是说做投资者教育 我是再三想强调我自己的世界观 就是说 什么大成交未出现 就不配合所以不是升市 我真是真心来说 是很反对这个论调的 你倒回来又不想想 如果成交今晚在初中段 那时候成交額相对比较小 还是可以缓步地一级级升上去 其实可以倒回来 代表什么 就是有大户是一早收齐货了 他就是尽量以不打扰市场 驚动市场的情况之下 成交額就特意不放大 轻点轻点向上升 而另一边商 就是成交額小 亦都可以代表是 省户完全不参与 大家都哀莫大于心死 所以省户都沽了些货 市升跌的话 未升到几千点之前 都不关他事了 都引不了他兴趣 那他不成交 成交今晚自然小 倒回来一边商 你又不想想 如果指数越升越有 升到全部股份 都稀含含得来 成交去到二千亿流上 日日稀含含的 其实代表什么 大户又开始 买卖得来 他有没有出货 他可能已经出货得来 然后散户就疯狂 用大量资金去买 所以如果这样倒回来推论 在指数升了很多情况之下 成交或放大 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呢 这件事大家也可以施咬一下 好了 所以总结论就是 今个月相对来说 方向可能是比较明显 如果可能都要包咬颈 可能是为了一口气 就输了钱 有时就不太好了 OK 那指数就再重新一次 今个星期应该也有机会 保持到未必有大幅的回调 如果你真的要看下方的防守位 就可以看看大概21,500-21,400 这些价格 如果你只是用一个分段止赞 或者做了好仓 然后是要止赞止损 那样也好 那就可以向下伸延 大概看215-214 我们一直都不搬龙门 也会给大家一个终极进攻 或者防守位 因为我们作为基金经理 都很考虑到风险管理的问题 上方的指浪的浪顶 或者阻力 可能是22,200-22,300左右 大概左右这些位置 就可能会有一定阻力 阻力 阻力又不代表一定要崩盘 一定跌 它可以选择横行 或者跌少少 或者跌少少 或者跌一分 是用来做整固 总之波幅率大概是这样 而且就是说 另外一边商 如果之前一直都没有做 指数仓位的朋友 其实你现在入场都挺浪费的 因为就是说 你没有入场没有赚过钱 还是你不能否认 数可事实 人家下方19,300 升到现在快要22,000多 你高低位 已经快要3,000点 而不是22,000点 人家都赚光了 你先冲进去 那为一口气 那为什麽呢 而且这里也说明了 其实 miss了就是miss了 那你应该内心 就等待下一次机会 不要为一口气 或者是贪流 或者是不甘心的情绪 硬来 买了货 输了不似 输了投家 那没什么位 OK 好了 不过就和大家另外说一说 一些过股 好不好 那不如说一下比亚迪 正如标题就写了 比亚迪能否取代 成为近代的股王呢 因为他这一两年 的performance 都相当比较好 虽然中途是有一个所谓的回调 但是最后 整体的升等来说 都很厉害 但是我们都关心 他未来的继行能力 毕竟来说 汽车也有一定的周期 究竟是周期股 还是真正的增长股呢 在说之前 那朱sir先贴一贴仓 你们都知道 朱sir比较少贴仓 不是说我没料 而是说 在整体贴仓的角度 我就不愿意 就是说 我天天都贴很多不同的仓位 无论升市跌市都说 自己是全部都是赢 然后贴仓 贴仓的时候 就是输少少 其实在一个投资里面 一定是有起有落的 这个是吧 当我们会整天 当市返回的时候 其实你的仓位 全部都是返回的 那我是很不喜欢 很看不顺眼 就是说 任何个市 都说自己 即是说自己 即是说自己 即是四色都是加赢 的话 其实我就很不喜欢 但是 就是说 在近日来说 都可以贴一些 我将来都想贴一些仓 给大家看 都想分享多些 是说我自己 交易背后的动机 而不是只说 每个月赚一球 每个月赚一百万 好费身家多个Bill Gates 我真的很不喜欢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前提 这个 这里的贴仓 我都说过 我不喜欢贴仓 也不喜欢浪费 而是纯粹是因为 我们上一条影片 有提及过 其实炒股 比炒指数好 即是炒指数 我觉得是难点 去赚到大钱 以及恒生指数 相对比较飘忽 和难做 在这里 你看到我近期 就是Shortput比亚迪的仓位 当然 这里只是我贴了 其中一只股的仓位 我在比亚迪的Shortput campaign 里面 在这张图里面 是赚了大约130万左右 你看到 因为这个是Shortput 期权的仓位 所以这里的重点 就是要懂得看估值 你看到我收到的期权金 是这样 其实数码都比较大 所以我一定是看准了 它的估值 和计算好 计算到Shortput 其实是中间不用太理会 它的波幅 升上去的话 我赢得更快 但是就是 要计算它 在时机里面 或者Federation里面 是不会回到 我的行驶 最后 会有一个所谓 穩定定舒服服的 削时间值的盈利 你想想想 这样做 是否起码比炒指数 你炒指数 他有空 又不知做什么 毛尼那间炸你3-800点 癱灭便烦 好惊 凶一预认之后 挺怕的 即死坏了 然后再到过头 又等你扯上去 这个 好像星期一那天 收市前十五分钟 星期负上去 你那样耍你 你哪有仇报 但是个堵就不同了 短线 甚至单日的波动 相对比较小 如果以朱sir的例子來說,用Shortput去做,當然懂得計算 variation,也懂得看資金流向的部署等等 其實我真的不用太理會中間的波幅,跌15元又不用叫救命,升15元就固然更好 到安樂和舒服服分段只賺平倉,這樣就完成了 而且你炒股,你只需要顧著自己的股票,你炒指數就只看指導商圖 待會某一隻權重股,CEO被拘捕,又跌15% 那無尼拉間又拖累指數弱的百分點 然後同一個辦法,其他股票跌,每隻又跌2-3% 指數又跟著被拖累,又跌幾百點,這樣也不奇怪 然後你指洩,明天又出過新聞,拉那個人不是馬某某,是馬某某,是另一個人來的 傻豬 然後這個指數又狂夾上去,你又錯過了倉位也算了 如果你做淡的話,甚至左一巴右一巴,你說多無位 還有一件事,為什麼炒指數難以賺大錢呢? 我不是說炒指數沒有錢賺,不敢這樣說 我個人覺得賺得不夠多,因為你可以選用的工具 加上指數大波幅的特性,或者波幅比較難去預算的特性 其實來說是限制了你的收益 我舉個例子,我覺得炒指數來說,最好是兩樣工具 但都是賺不到很大的錢,最公平的就是理論上的期指 但其實你基本上是一個對賭的所謂行為 你表面是很公平的,你一點就賺50元 如果大期來說,但問題是指數的角度 其實每一天,那個短線的Facturation其實是很厲害的 那你中間好像心臟病一樣,其實你如果壓十張八張大期下去 除非你一直訓練有數 否則來說,無論即時,就以即時的角度 你的風險,或者你的心理承受壓力是很大的 我真心覺得,如果過夜的話更慘 這個整天裂口高開,裂口低開這樣 所以是用期指的角度,而且你也知道 最近期指的按金都已經去到15萬 其實既耗力得來,你也通過這麼大的按金 是令到它的槓桿度降低了 所以無論在這個physically和mentally 都可能要受到很大的壓力,坦白說 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坦白說 那第二樣,期權 其實我覺得它是好過期指的 買的金碼就可能便宜一些 亦都可以通過調節到架內架外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防守力 可以令自己的防守力有機會比較好些 或者同時又有個槓桿 那就視乎你自己這樣選擇 但問題是時間值,在高IV的情況之下 也相對來說比較金一點 所以在整體的期權角度 如果你是做long sign的 在指數裏面 其實你可以賺到的錢 在高隱身再加指數可以升多少 一隻股份可以秒殺暴力升18% 例如大家今天按Bidi Bidi 在這裡按一下給你看 9626Bidi Bidi 今天是暴漲19% 你想想指數 恆身指數哪有一天是單日可以升19% 跌10%有可能 還是跌10%就去到87股災 所以指數永遠不會有單日 或是連續的又是這麼澎湃的聲音 好像Bidi Bidi那樣 變成你是同一件槓桿工具放下去 我贏Bidi多些還是贏指數多些 我怕是贏Bidi Bidi多些 所以只是在炒指數裏面 整體來說 就是賺下一個零用錢 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落不到太大注的話 或者是有諸多的槓桿 或者是價位的所謂的局限的話 其實也未必令你才智的 未必令你有一個很大的 絕對值金額的 那其實這個意義度也不是很大 到最後不要介意我這樣直言 一句致命的一句 你有沒有聽過有基金經理有個分是炒指數的 這個是不是很絕 但是可能有點不合聽 但是你想清楚我這句覺得不合 我再重複一次 你有沒有見過基金經理的分後勢炒指數的 已經到肉入骨地已經是果然 好了 所以到最後都容許諸sir買多個廣告 我們這個月的月費制的網班 就是因為現在6月份 我們由6月十多日開始 所以就是400元的營生優惠 今個星期五10號就截止報名 而且下次再收生就去到月尾了 就是7月份的那個班 所以如果現在有興趣 用400元作為體驗 那就去把握這個營生優惠 那點擊是以下的連結報名 好了 那我們又回到比亞迪那裏 那裏 我們在討論能否成為一個新一代的古王 而古王的條件我們要看些甚麼呢 首先在這裏也有一些hater 都不需要趁機在這裏借一些意想 入位去攻擊我 就是說300元才推你有沒有病啊 其實呢 做hater你都高張一點 你不用這樣說話的 因為為甚麼 這個很正常的 因為你又不是我學生 你怎知道我在學校哪一個位 已經是重力地介紹給亞迪呢 好明顯就是在下跌的過程裏面 大概是200元邊 最多是200元 200元 好明顯 這些附近的價位 其實我們在學校裏面 都是很要求大家去留意的了 而且我們也是很公然地 反對其他傳統汽車股的 包括了吉里或者長城 你當然又可以爭吵而爭吵 你說長城和吉里是為了不喜歡我 而是強變的 你說吉里在下面 由低位計算 或者升超過50% 其實相對比亞迪也不是弱的 但是問題是 你相對下方是這樣看而已 而問題是吉里 他相對前歷史高位 現在都沒有了差不多60% 而由長城汽車 相對15元 相對前歷史高位38元 也沒有了60% 但是問題是比亞迪 他現在的價位300元 相對前歷史高位320元 他只是沒有了10%也不夠 如果我們對比上方的角度 哪一隻是壞 哪一隻是古王 那都不言而喻 在一個中長線來說 我覺得比亞迪最重要是留意什麼呢 長話短說 最重要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 汽車的銷量爬坡的程度 因為我們說比亞迪 今年就算未有疫情之前 有沒有疫情也好 勸商堅決的預期 都是認為要賣150萬架 再說一次是150萬架以上 150萬架 其實隨12個月 起碼要賣12至13萬架 現在比亞迪幸好 現在也只是6月 他開始的銷量爬坡了 由昔日鎖在10萬架的關卡 正式突破到11萬架 如果進一步去到12萬架 13萬架 是穩定了的話 就可以完成到這個標準 如果完成到這個標準 股份才會有一個進一步 破頂或上升的動力 而第二就是這個更加中長線的看法 大家不要忘記比亞迪 它是有刀片電池的 它是有電池的業務 電池的業務 好像今天早上有一個News 在比亞迪和Tesla 雙邊都沒有承認 而沒有否認 而根據中國文化沒有否認 就等於承認的角度 比亞迪非常大機率 正式開了Tesla的電池供應商 其中在Tesla這麼多汽車品牌 Model 中 Model Y定是哪一個 總之是有其中一個Model系列 即將就去供貨 供電池給他 這些東西都可以衍生到 而且你會見到 空越來風也未必無因 你見到今天比亞迪 近期氣勢很好 但是今天A股裡的寧德時代 是單日暴跌了差不多5-6% 通過寧德時代的暴跌 亦可能反向亦推 比亞迪這宗News 很大機會是真的 所以在結論裏 比亞迪如果中長市的角度 電池是不斷供應外銷 Tesla 或者是長安汽車 或者是中國的諸多個品牌 如果他都是用這個 都片電池的話 其實寧德時代的市值 都慢慢降低 寧德當然慘 還是比亞迪的氣勢 就會更加好 所以中長期來說 電池也是一個很重要 要對比亞迪 是否成為進一步股王 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好了 最後我們來到美股 近日美股好像 都得了一個不升不跌的價位 這件事都很正常 其實美股不需要太多的補充 八字真言 美國就收水 中國就放水 在一個這麼重力的收水 近三十年來 最厲害的收水的部分之下 美股其實不暴跌已經是好 所以我覺得 首先在道指的角度 我不覺得他進一步 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在加息落地前後的時間 都有機會是有子狼的回吐 但是道指的比較有信心 他大概三萬一個的價位 就沒有那麼容易跌穿 詳細就不多說 純粹技術的形態裏 我認為是這樣 還有一點是補充基本的分析 也可以軟轉提大家 不妨大家正心 是開回道指的三十隻成分股 你看看有幾多隻 是在計算Federation的角度 其實或是基本面的角度 基本上是很難跌下去的 他們的機能可以擴充通脹 PE又不是貴的 你便數一下 我個人預見就認為 在道指的三十隻成分股裏 起碼有三分之一 即是說若果是有十隻股票或以上 其實是在Federation裏面 或者在基本面裏面 是完全抵抗到現在市況的情況 即市況比較差 橫觀經濟表比較差 其實是可以抵禦到的 如果在Index裏面 有三分之一的股票可以抵禦到 那你想它跌多少 OK 而也是因為這樣的結論 你都可能可以順推 在近期裏面 如果大家要鬥做ETF 還是要做一個穩固的投資者 我不想賭了 我不想做三個槓桿 甚至在Index裏面 我不想再做一個沒有風險 或者有機會大型穿低的Index 那你便可以考慮道指的ETF 而不是立指的ETF 這就是近期美股裏面的update結論 而最後一個update的結論就是 近期美股有些中性偏不幸的所謂的預言 就是它有機會走回我們香港3至4月 那種打地鼠的走勢 如果逢是一向有聽到朱sir的頻道 你應該知道什麼叫打地鼠 逢高就打你下來 我覺得美國很大機會 在6月至7月 甚至一段比較長一些的時間 它都是走這種高低上落 博地鼠的形態 如果是資深的 博地鼠市場的玩家 那應該知道怎樣低買高沽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暫時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個月都有免費的投資講座 到時我會更加多的分析 去分析未來一年的投資想法 以及提示和博弈的策略 和大家分享 有興趣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有任何關於港股美股的問題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再次回答大家 我是朱sir 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 請訂閱 小鈴鐺 connections 不用抱歉 請問有名字 我是朱sir 解鈴鐺 我錄就是 無論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